这两天思考一个关于人们追求美啊这个事情 以前呢有人说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还有一些人他们表达观点啊 说不要刻意的去对吧 用相貌呀或者用一个人的外表来衡量一个人啊 但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外貌或者外表或者这些外在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咱们所见到的一个人无论是女孩或者女人漂亮还是一个男孩或者男士英俊潇洒 那么他这种美其实都是有很多代价啊 也许有的朋友说那他的美就是遗传呗啊 是由基因决定的对吧 但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家族 那么他在不断的演变的过程中对吧 那么他这个相貌呀身材呀对吧身体的素质呀各方面呢 他有一个一代一代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比方说好多年以前有的人比如说家里比较富裕 或者说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 那么他的眼界心胸对吧 他的整体能力 他的认知优势对吧都很明显 那么他这种在选择在择偶的时候他的这种选择面可能就会更广 一般是这样认为的啊 所以说的有钱人或者说能够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 那么他在择偶的时候他就会优先对吧 去选那些相貌呀身材呀各方面都相对好的这么一个配偶吧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遗传基因逐渐的就会优化对吧 这是从他生物属性来说的 那么从他的社会属性呢 比方说第一代人 那么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条件 那么可以让孩子去读比较高的学位对吧 或者学历 那么同时家里对孩子的教育呢 也会教给他一些对吧 就是对社会的认知或者能够提高自身的各方面啊 无论是他的能力呀 还是他的道德修养 还是他的防范风险的能力呀 对吧 各方面给予的支撑也都会更多 所以那就造成了一种两极分化 就是条件好的人呢越来越好 对吧 条件不好的呢可能会越来越差啊 就好像以前人们说在好多年以前 有一些来自农村的孩子 是可以考上北大清华的 但是后来呢好像这种难度就越来越大啊 今年高考我们老家有一个家庭 他们是在农村 还有双胞胎女儿 诶是双胞胎吗 我忘了啊 好像不是双胞胎吧 反正就是姐俩 我忘了 我看他的照片好像长得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个姐姐还是妹妹呀 考的清华 然后另外一个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也就是说姐俩同时考上比较著名的高等学府 对吧 都是农村 看那个报道也是父母都是农民 对吧 也并没有所谓的特别显赫的家世呀 也不是说条件多么好 完全是靠他自己的这样的努力学习啊 对吧 这个也是很让人敬佩的 然后当地的一些企业呢 就给他们姐俩赞助 好像有一个企业是每年给他们一定的费用啊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吧 然后他们村的村委会呢 也奖励了他们好像是几千块钱 作为一种鼓励对吧 这个挺好 但是有人认为呢 说近些年来像出生于农村的家庭 他们的子女呢就很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 中国国内顶级的这样的高校了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吧 因为现在这个竞争好像也挺激烈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当时我在清华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 然后他的爸爸是军人 然后他的家呢实际是不是在那个清华园住 但是呢在清华园校内呢租了一个楼房 这样呢这个孩子就可以上清华的附属小学啊 他说从清华的附小到清华的附中 按照当时他的说法呢 在当时那个年份吧 大约是清华附中的前60名吧 基本上都能够直接上清华吧 也就是说他可能存在着这种分数线啊 这样的差异啊 比方说你是北京户口对吧 或者说你又在清华附中读书 那么呢你同样的学生的这个素质对吧 同样的分数 那么你上清华的概率呢就会高对吧 是这样 有这种资源分配的差异 那么呢也有着 比方说一些家庭 比如说一些农村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对子女的培养 包括农村有一些留守儿童 父母都去外面打工 然后家里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照顾这个隔代啊 照顾这个孙子 孙女或者外孙子外孙女啊 这样就造成他这个知识的传承 还有一代人跟下一代人之间的感情 就越来越淡漠了 对吧 那么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包括 其实就中国的农村 其实我不是太了解啊 我到美国之后呢 跟一些华人朋友聊天 然后也很惊讶吧 就是按说他们也不年轻了 他们小的时候呢 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生活 比方说 我听一位朋友讲啊 就是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他们村呢有这个小学 对吧 不知道是村小学还是乡里的小学 不知道 反正比较偏僻 然后 他是个女士嘛 就是他很小的时候 大约是上 小学三年级还是几年级啊 那个时候呢 他那个老师 是个男老师 就把他 叫到那个老师的办公室 然后并且男老师 把这个门给插上了 想插这个门 然后这个女孩跑掉了 完了后来好像 据说 他们学校的校长 他们的学校的校长 也是个男的 然后这个校长 也把这个学生 也叫到这个办公室 也跟着 男老师 做一样的 这个 举止啊 说这个孩子吓得就跑了 现在想起来 觉得像是一场噩梦 后来我问我说 那男老师 有多大年龄啊 然后 他说 记得那个男老师 挺年轻 二十多岁吧 然后校长呢 年龄大一点啊 所以 其实 就是这样的环境 就会导致一些 农村的孩子 他缺乏一个 最基本的 那个安定感的缺乏 对吧 他的最基本的 人身安全 都似乎在某些学校 没有什么保障 然后包括他知识的 汲取 对吧 包括一些技能的更新 估计也都特别难 所以 现在可能好多农村的孩子 他们想 从步伐方面 跟上一些 来自大都市的 家庭环境比较优越的 或者很小的时候 就去 比如说去迪士尼呀 甚至去国外旅游啊 对吧 这样的 所说的城里的孩子 这种差距应该是特别大的 另外呢 在好多好多年以前 几十年以前 那个时候 当然也有城乡差别 只不过是 当时各个家庭 差不多都没有什么钱 对吧 这种差距 财富 数字的这个差距 并不是那种极其的大 但是后来呢 这种差距 好像是拉开了 所以就导致 有的越穷就越穷 对吧 有的越富就越富 有这种情况 其实 今天本来探讨的是 关于一个人的美 或者漂亮 或者这种俊秀 或者英俊潇洒 这从审美这个角度 说人这个美 这方面的一些心得 其实一个人的美呢 我觉得随着 年龄的增长 它更倾向于 是这种内心的滋养 就是 当我们都年轻的时候 都十几岁 或者 二十几岁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需要 太多的化妆品 皮肤也没有什么皱纹 对吧 那么 一旦过了三十岁 甚至过了二十七八岁 那么有些女士 可能就 不得不用大量的化妆品 对吧 去盖住余影纹了 皱纹了什么的 对吧 也能理解吧 所以从 从美这个 其实这个美学 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应该被 培养这种审美的 这种方式 对吧 就是培养这个 怎么样去审美啊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内心的 你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 对吧 师叔在肚子里呢 那么 就像所说的 富有师叔 气字滑 这个富呢 是肚子的意思 肚子里有师叔的话 你的气质呢 就很滑贵 就这意思 就是一张的微波炉 咱们不考虑这种 颜值的这个美与否 咱们就考虑人的这个身材 其实也很明显 那么 我们的身材好 那么 首先 很主要的因素是遗传 基因 对吧 其次呢 有后天的营养 锻炼 健身 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你保持一个 比较平静的一个内心世界 然后怎么样 由内造到外的去滋养 对吧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呢 有人说 如果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身材比较好 那么常常表明 这个人是 比较自律的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身材 控制的不是太好的人 他会有一个 长期的稳定的 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 就像 这是理发店 就像 我看一位律师 他写的 办案杂记 他提到 经常的去开厅 然后感觉 特别疲劳 虽然是坐在那 对吧 看似 好像没干什么 但是也很累 所以后来 他就尝试着去 挺胸抬头 坐得比较直 这样的让脊柱呢 有一个 直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很 很好的去支撑 支撑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个 小人的一个序位图 好像是 后来他发现 这种 方法还是不错的 就是通过 他以前所 基本上 没怎么采用过的 就是坐得很直 坐得六折 像军队的人一样 比较笔挺地坐着 这样反而就不累 因为他这个脊柱能够 有一个 有效的一个支撑 反而是 你坐在那 一驼背 一螺固腰 这样的会越做越累 对吧 所以其实 我们的行业方式 也能够决定 我们的身材怎么样 对吧 说一段 说散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重视 自己的这个美 虽然我对美与否 我不是太重视 我也是一个很 散淡的 一个 闲云野鹤的人 但是我觉得 人在 你的经历 时间 各方面 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要关注一下 自己的这个审美 这一块吧 无论是对自己外表 对自己表情 衣着各方面 尽量的还是 稍稍的关注一下 这个是 很重要的 另外 也劝 或者建议朋友们呢 改变 以前的一些观点啊 就觉得这个 外表 不重要啊 什么的 对吧 我记得以前 在美东读书的时候 当时我们坐飞机 有一个美籍的 一个华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美国公民呢 就是一位女士 他在美东那边生活 他就说 在美国呢 发现华人就 当时啊 好多年前 他就说 华人在美国 就不怎么重视衣着 但是老美呢 老外呢 就很重视衣着 这是谁整的 这是川普的一个 穿着 红色三脚内裤的照片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让美国更强大 这也挺有意思啊 美国人还是 挺有幽默感的 他们 对川普这样搞怪 最近 最近 也是挺热闹啊 美国 这边跟川普竞争的 叫拜登 拜登据说是 含有尿不湿 有的时候 而且 有老年痴态症 说他有一次 讲话完了之后呢 愣在那儿 站在那儿不动 好了 大脑没有反应 后来 他的老婆赶紧 走上前去 抱了他一下 亲吻他一下 把他拽下来了 他老婆及时地去救场 还有一次 然后他 跟他老婆在一起 在向大家 介绍他老婆的时候呢 他竟然说 拜登说 我是拜登老公 还这样说 证明他的语言 中枢可能出了问题 还有一次 他坐飞机 降落往下走的时候呢 那边没有什么人 去迎接他 因为美国这边竞选 他是要去各地 拉选票 做宣传 他到了一个地方 之后飞机停下来 他在往飞机 下边走的时候 空荡荡的 但是他竟然 朝着一片空地挥手 让人觉得 有点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镜头是 有一次 他演讲完了 然后就离开 这个演讲的主席台嘛 然后路过一个皮卡车 然后他竟然趴着 这个车门往里瞅 趴着车窗往里瞅 对吧 就这些行为模式 就跟他的身份 不太相符 还有一次 他在演讲的时候 突然说胡话 然后说 说什么 我的什么腿毛 是什么金黄色的 然后在阳光的 映尘一下 闪闪发光 然后有一些小孩子们 过来了摸我的腿毛 他们在我的腿上蹦 我觉得挺有意思 其实 他有好多地方 也有别人说 他现在是 吃老年痴呆的药 并且也有一些视频 披露出来 他在书店 去买那些 治疗老年痴呆的书籍 大大方方的买 然后边上还有 几个黑人的女的 在那儿给他拍小视频 他们发现了 这不是拜登吗 要竞选总统吗 他怎么在书店 买老年痴呆方面的书 所以美国这边 很搞笑 就是 他这么的 以前有朋友问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当时 通过视频回应 我说美国 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 顶层的这些富人 还有最底层的这些穷人 对中间阶层的 弹拨 他们在吸中间 阶层的血 这是美国 最大的问题 后来这段时间 我又思考 觉得美国最大的问题 还在于 他们这个 所说的驴和像 叫驴像之争 对吧 他们这种 争斗呢 其实造成了好多 这种内耗 互相 接短 互相接丑 在他们竞选的时候 互相撕 对吧 然后去 各个地方做宣传 对吧 当然他们花好多钱 我个人觉得 这也是一种 挺大的浪费 现在 在美国生活三年了 反而有些事情 我在表态的时候 反而更加慎重了 不像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就敢说 那时候 对一些事情表达 自己的看法的时候 没有什么迟疑 现在呢 反而是 非常迟疑 我在表达一些 认识 在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 非常加小心 包括现在 我在看 差不多是 两年前的视频 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没有录视频 我是来到美国 大约一年之后 开始录视频嘛 来美国一年之后呢 基本上 各方面相对安定一些了 然后 能够对美国这边 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 所以从 我来美国 满一年之后 我差不多就开始 录视频 记录 这边的生活 表达 自己的感想 我 前几天偶然 看到了两年前 自己录的视频 包括 自己的一些文字啊 比如通过微信 跟家人啊 跟朋友 交流的文字 因为当时 好久好久以前的 一些微信的截屏 我都留着 然后我就看到了 自己的一些话语 就觉得 哦 当时的自己 竟然是那样想的 就有点 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竟然这是自己的 写的话吗 为什么那么偏激呢 就觉得有点羞愧 对吧 现在呢 我觉得 我可能在表达观点的时候 会非常的慎重 啊 不会再犯 这样的比较 偏激的这样一个 错误吧 我觉得是错误 其实人 在说话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 加小心的 因为我们 对世界的认知 其实 很多时候 是有制约的啊 就像 盲人摸像啊 就是 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 我把衣服脱了 我有点热了 世界太大了 然后我们 所处的位置 我们所处的 时代 或者年代 又有很多的制约 制约 对吧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我 大多数就是 碎碎念啊 并不刻意的去表达 一种观点啊 或者一种 倾向性啊 只是 去感受 自己对生活的 一些感悟啊 并且 从我的角度 更多的是一个记录啊 我并不 担心 自己的内心呢 一些想法 对一些 无关的人 所窥探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每个人都会 慢慢的成长啊 这也是 毕竟的一个 过程啊 这两天 隔壁 越南华侨 老两口 吵架啊 今天白天吵 昨天晚上也吵啊 是因为 那个老头 他有哮喘 他 呼吸的时候 比较困难 因为 公用那个厨房 那个车油烟机 是假的 并不能 真正的把这个烟 吸出去 然后所以呢 每次 比如说 做菜的时候 比如说 你炒一些东西 尤其是 比如说 你炸鱼什么的 那个油烟 其实就 散不出去啊 那个老头说 以前 在越南的时候呢 他还没这个毛病 就是在美国 这么多年 他在这个地方 住了好多年了 租住好多年了 然后说 这个厨房 一直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车油烟机 他说就呛的这个有哮喘了 呼吸困难了 然后我又这两天看了一些文章上面 所写的 有的人被确诊 好像是一个华人朋友 他是美国这边 确诊的第四例新冠的病人 他确诊之后呢 他的感觉是肺部 感觉就是一个 充满气的一个气球 只能出气 不能进气 就是吸不进气去了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觉得 有类似的症状啊 就是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 觉得吸气 哎 怎么吸气就很困难呢 甚至有的时候忘了吸气了 就是出气呼气 往下呼没问题 但是吸的时候就 好像有的时候就停住了 就得提醒自己啊 该吸气了 这时候才吸气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心肺功能都会下降 也是正常的吧 尤其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比方说你抖过肺炎呀 气管炎呢 那么 可能就会导致 你的心肺功能下降的更快 他这个道理就跟 咱们开汽车这个 配件的老话一样啊 这个配件磨损磨损磨损 好了到最后 可能慢慢就报废了 是一个道理 所以大家都好好 保重身体吧 然后今天 那个老两口吵架 然后还有点 当别担啊 然后 那个老太太做菜 那个老头就不高兴 说你这菜太呛人了 那个老太太意思是说 那你 吃的菜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你说呛人 但是 你也不做 我做你还说呛人 因为前段时间 这个老两口不是去他儿子家 去照看他们儿子新出生的 外孙女吧 他叫孙女啊 然后 这个老头先回来了 那个老太太隔了一段时间才回了 那个老头一个人在这住的时候 基本上没怎么做饭 好像他是每天吃面包 或者 有的时候去外面买点吃的 这样等老太太回来之后 才开始有烟火气 然后厨房啥的也干净了 也开始 做饭做菜了 所以我就以前 听别人说 说一些老年人 比如说老两口 假定说 这个女方 这个老太太先去世 比如说这个老太太去世了 那么他这个老头 对吧 他叫官夫吧 那叫 叫官寡孤独 叫官夫 那么这个老头就成了一个官夫 官夫的官 左边是一个 鱼 对吧 咱们钓鱼的鱼 右边好像像一个螺字 有点像 对吧 我不太会写 所以说这个老太太 如果先去世了 那么这个老头一般活不长 因为老太太去世了 没人做饭了 没人照顾他了 对吧 但是相反 如果是老头先去世了 那么这老太太 往往能活的 时间挺长 他也能验证了一点 好多家庭都是 女方去 做菜 对吧 女方去做菜做饭 然后男方呢 就不怎么会 做菜做饭 所以这也是一些家庭 能理解吧 就是 很多时候 一些家庭 它这个构成 对吧 有男有女 这样构成 也是合理的吧 就是符合这个 叫阴阳之道 对吧 昨天 这个老头老太太 这是一张的橙子 昨天晚上 差不多 12点多 这个隔壁 老头老太太也吵架了 因为我睡得比较晚嘛 有的时候晚上烧水 在这个厨房 或者说借温水 刷牙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着 这个12点多了 然后这个 老太太穿着睡衣 一个人 穿一个白睡衣 开门往外走 我觉得显得是怎么 半夜12点多 老太太还离家出走呢 觉得也是 老小孩 老小孩 年龄一大了 就像小孩一样 对吧 也挺有意思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 所以就直接这样过吧 美国这边还好 他们这些司机 在路口一般 还很加小型的 他们是 基本上是非常 必让行人的 这一点非常好 我看微信 群里的视频 在国内 应该是在国内吧 有个小男孩 跟他妈妈一起 过马路 走那个 人人横道 结果突然 过了一辆轿车 人家在人横那儿走呢 这个轿车嘎的一下 就把他妈妈给撞了一下 不过那时候 轿车已经减速了 估计是他 减速不彻底吧 把那个 女的撞倒了 然后这个 撞的不严重 这个小男孩 赶紧看了一眼 地上的妈妈 看他妈妈没事呢 小男孩就跑到车 蹬那个车的前脸 蹬了两脚 这个司机赶紧下来 扶着他妈妈 扶着小男孩 他妈妈去医院 什么的 大家表扬这个小男孩 说这个小男孩 很勇敢 这边摩托车 先是 他是一个什么呢 英文的一个小视频 但是这个小孩呢 一看是在中国的小孩 都是华人面孔嘛 然后他有英文的 这个那种字幕 说这个小男孩 很breathed 很勇敢 很smart 很聪明 然后也很会处理事情 他妈妈被车撞了 之后他先是 看他妈妈没事 之后呢 再蹬这个车 蹬两脚 把这个 训这个司机 然后这个司机 一脸吐灰 然后灰都出脸 那他车里出来 赶紧扶着这女的上车 去医院什么的 也行吧 这个 小孩们的素质都提高了 对吧 有这个胆量 对吧 能够在很危难的时候 去保护他的妈妈 这个是挺难得 对于有好多华人 在美国的这样的生存状态 我所了解到的 感知到的是 好多华人到了美国 不管多少年 他们基本上有一些人 不是全部 有一些人 他们差不多就是 一直在餐馆打工 即便是有的已经 比如说有绿卡了 或者是 美国公民了 但他们也在餐馆打工 因为 在华人餐馆打工 虽然有点辛苦 但是 不用用英语 对吧 比如在后厨 刷碗呀 对吧 或者说 做那个 叫什么改刀吧 就是 厨师什么的 这种的还 挺多 他们来了之后呢 就在厨房洗碗 然后下班之后呢 就刷微信 朋友圈 或者看一些 中国国内的肥皂剧 然后整天扎在华人堆里 对美国的 本土的新闻 也不感兴趣 也不看美国当地的电视台 然后也不想去 努力的 学习英语 也不想了解 也不愿意了解 美国的这个 社会怎么样啊 他们好像对这个 没有什么兴趣 我其实也有点像这样的人 只不过 我有所不同的是 我的英语还可以 另外呢 我不看肥皂剧 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去 我好像好久 我没有看微信朋友圈了 对吧 基本上微信 对我来说 就纯粹的是一个交流的工具 我更多的是 看美国这边的 视频的频道 对吧 可能通过这个视频频道 去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也是并不关心 美国这边当地的本土的新闻 也是不关心 对于微信呢 好像昨天前天 朋友们 华人朋友们说 好像 美国这边某一个官方 说好像 美国的华人可以用微信 但是今天好像又说不行了 今天又说什么 川普又发禁令了 从 9月20号开始 这个微信必须停用 微信和抖音必须停用 觉得有点吓得一跳 所以在美国的 一些华人朋友 他们纷纷的 互相留手机号 对吧 或者说把这个微信 群里的 或者微信里的这些图片呀 视频呢 该下载的下载 别到时候 夸的一下微信停了 都看不了了 还有朋友说 没问题 说以前的微信 老微信可以用 只不过是 从9月20号 今天是星期六吧 今天是9月18号 那么再有两天 就是9月20号 9月20号星期天 美国这边的 从那时候开始呢 这个 就不能在美国这边 再下载抖音和微信了 就意思说 好像不能下载新的了 但是老的可以用 还有朋友说 如果你在美国这边 用微信呢 你可以把微信设成 不可以自动更新 意思说 你在美国以后 你的微信更新的话 一升级一更新 完了 微信就不能用了 不过我这边 也没想那么多 静观其变吧 现在这个 是世界啊 这个变化也太多 太快了 昨天我看视频 一位华人朋友 他说是一个 在美国这边 餐馆打工的华人 他在腰上挂了 一个记步器 就是 他每走一步 都会记录一下 好了 结果 从白天上班 到晚上下班 他回来 这么 一看这个记步器 他一天走了 30公里 就是在饭店 来回走 传菜啊 什么的 干活什么的 走了30公里 所以这样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胖起来 对吧 也行吧 我也认识一位先生 他在餐馆洗碗 人特别年轻 对吧 他其实年龄很大了 他的孩子都已经 好像考大学了吧 但是他一看 就像一个小伙子 人倍精神 一看就好像 像一个 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所以也行吧 就是一些 劳苦大众 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回报 这种回报 就是每天的 这样的有些被动的 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让他有一个 比较健康的 这么一个身体吧 对吧 每天不停地走 对吧 那么就不用担心 血管堵 也不用担心变胖 对吧 只不过 要 掌握好这个分寸吧 别整得太累了就好 如果太累了 那么就有点危险了 这边是 这边是有点 荒凉 这个地方 这边是 一个桥 川流不息的车 从这边过 现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雾了 没有什么烟了 有点雾 这个雾 这个雾就是 水汽吧 这条路还是比较 有 有感情的吧 因为以前我在 刚到美国的时候 三年前 刚到旧间山的时候 在Deddy City那边住 这条路我走过几次 走过若干次吧 就是 这样 没有什么烟了 都是雾 这边停车 应该是 不要钱 你看这个路边 这个车 就很随意的这么一停 而且这个桥 好像还比路面 要宽一点点 然后车也是 比较分散 就是不是太多的车 好了 再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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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